再來的消息,來看村莫港兩位特別選舉 總統郝山林也都已經完成定期 勞工團體在會播要請三黨的總統郝山林 來發表勞動政権,三個郝山林都會出席 那也能算讓人在現場的第一代議者李雄如 又正正優,來跟我們說現場最新的狀況 是,李總統大選只剩四十五天 但是整個三夾總幹活頂點五大幹活 只出說,沒有將三黨的總統郝山人 都要不要將對勞工議題提出的政権 但是勞工朋友是全國發展的非常重要的作文 所以在這個月報要基盤工辦政権 發表會邀請三黨的好選人 做會來將對勞工議題 還有勞工三款頂點五大議題來提出政権 我們今天因為是勞工的議題 所以有勞工的退休 以及公司的合憑對勞工有什麼影響 以及我們現在的價錢的問題 以及勞權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專行政権的問題 我們六天要怎麼專行才能夠 得到六天應用的困難 議題都會上給他們 讓他們來這邊這裡說 他要怎麼做 這四年要怎麼做 讓他們來回答我們的問題 會報的政権發表會 頭一個三點半 中大約是六千塊 四點完後 雙擊 五點才是瓜文鐵 他們在這裡說 然後也接受記者的提問 轉三眾表示發表結束會隨辦 判定民調 由工會幹部 包括致部的民眾作為參與 要將對三眾好選人的政権 來公報萬一堂 今天要在這裡結束後 也會隨公報結果 以上是記者盧雄族 鄭鑽優在代表練三奔的 稍後時間到長期後主播 ��記者複四千塊